当然拜登总统眼下最关切的绝非国际外交 而是美国国内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要能够快速的复苏 最重要的是要把疫情能够控制好 拜登因此在他就任50天之际 发表了一篇感人的全国演说 表示他有信心来击败这个恶魔的病毒 当然美国在此刻似乎也有好成绩传出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全国的疫苗注射剂量已经超过了一亿剂 美国全国人口10%都已经完成了两次的注射 换言之整个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当中 他甚至已经向美国人发下了好雨 就在今年7月4号美国国庆的时候 很多家庭可以在他们的后院安心的烤肉了 同时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笔高达 一兆9000亿元的援助的纾困方案 世界经济组织甚至预测 美国将是今年全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领头羊 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成长 渴望超过6% 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 美国从过去疫情一个受到打击最深的国家 渴望转身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快速的国家 3月11日疫情大流行一周年 这一年来肉眼看不到的病毒强烈冲击了美国社会 美国总统拜登在疫情周年这天 首次在电视黄金时段对全国民众发表演说 他从口袋拿出了小钞 说出了惊人的死亡人数 这场对抗病毒的战役 拜登也提出了愿景 7月4号国庆日是短期的目标 要让美国快点回到正常生活 拜登政府更祭出上任50天最大的政绩 一个天文数字史无前例的输困案 演说的前一天 众议院通过1.9兆美元 混算成台币高达53兆元的天假输困案 多数的美国人在3月底前 可以拿到一张1400美元 约台币4万元的支票 拜登政府大撒币 希望刺激因为疫情大萧条的百公百业 让生活重返轨道 回顾美国疫情 最早在去年1月21日 美国CDC确认了第一起境外移入案例 2月底华盛顿州出现第一起死亡案例 接着停靠在旧纪山外海的至尊公主号 也经传20多人染疫 美国疫情也从那时候起 如野火燎原 火葬场24小时营业 烧不完的遗体 家属流不完的眼泪 世界疫情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 趴趴走成为设想 却也让一处小镇成了人间孤岛 华盛顿小镇罗伯茨脚 只有一起确诊病例 却也深受疫情之苦 根据19世纪的奥勒冈条约边界划分 罗伯茨脚虽然和加拿大接壤 但位于北纬49度线以南 属于美国境内 我们称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线线的社会 疫情发生后 罗伯茨脚的门禁更丧严 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实施 边境管制 罗伯茨脚的居民 原本就只能经由加拿大返回美国 而现在却是哪里都不能去 这里有的就是大自然的美景 许多加拿大人来到罗伯茨脚 置产购屋 放假时可以来这里度假 马鸡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一年来 他只能站在代表国界的黄色水泥路杖之外 眺望自己的农舍小屋 完全无法接近一步 加拿大人不得入境 让罗伯茨脚得以躲避病毒的入侵 但却躲不过疫情的打击 边境商业震了罗伯茨脚经济的85% 许多加拿大人为了躲避昂贵的国际运费 将美国网路上购买的商品寄到罗伯茨脚 然后再亲自取舰 不过一年来加拿大人无法跨境 仓库里带领的包裹已经堆到2000件之多 以往加拿大人回到罗伯茨脚 购买便宜的鸡蛋和牛奶 以此当地唯一的一家超市规模相当庞大 不过现在少了加拿大客人 生意大受影响 老板娘想过关门不营业 却办不到 如果我关门的话 我们必须在这里的食材 我们必须在这里的家庭 镇上的加油站 还有餐厅都暂停营业 银行也关门 狗狗狗 高尔夫球场的员工 还在敬业整理着球道和沙坑 迟迟期待着球友们能尽快归来 只是到底哪时候 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呢 随着疫苗的大规模施打 目前美国一天可以接种220万剂 10% 也就是3300万美国人 已经完全接种 至少接种第一剂的人口 也有6400万人 换句话说 已经有将近1亿剂的疫苗接种 CDC的最新防疫指南 也有限度的放宽 已经完全接种的民众 不必戴口罩 就可以和其他低风险族群聚会 许多阿嬷和乖孙隔了一年之久 终于可以再度拥抱 我爱你 我确认是时间开启 因为我认为我们都已经有很困难的时间 随着 另外美国有十几个州 也都开始陆续松绑防疫禁令 德州更是祭出百分之百全面解封令 公务场合不需要戴口罩 不需要梅花做 但还是有部分民众继续自主戴口罩 一万万一 我再说一遍 我认为这不可预认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估计 或许要到今年年底 才可能恢复正常生活 而一向最新民调 未来六个月是否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呢 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认为可以 相较一月份的百分之二十六 显然乐观了不少 投注阿兰多迪士尼乐园 下个星期穷气 虽然还有人数限制 门票全部卖了光光 疫情一周年 随着拜登政府的百日防疫作战计划 露出曙光 美国民众忽不及待拥抱新生活 只是疫情会不会随着变种病毒蔓延 再次升温呢 依然有训练